魂老爹,趕電玩! 大家好,今天老爹要來介紹前陣子出的這個火女,獸族的火女 好,那麼呢,洪家實在是不夠看 我們來把它進化,各位觀眾 我們來把它進化成神話的火女 各位觀眾,她這個應該是火吧 手上那個不是火,沒有關係,反正它紅紅的 那麼,我們就讓它是火女 各位觀眾,這隻火女究竟強不強悍? 我們來試試看,老爹的所有的種族草 都爬到了150層以上 只有這個獸族還卡在140屹 好,那麼呢,老爹現在上了這幾隻呢 就是老爹最強的獸族 這個狗也上了神話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火女究竟強不強悍,各位觀眾 好,看起來非常的沒有問題 好,我們的狗也非常的強悍喔,各位觀眾 神話的狗啊 這個神話的狗真的是非常的強 老爹真的是非常的沒有後悔練他 真的是非常的強悍喔,爬種族塔都要靠他 你看他的血道現在還是滿滿的喔 好,我們的火女死掉了,各位觀眾 好,沒有關係 我們剩下的人加油,把他的份補回來就可以了 好,各位觀眾 我們的火女帶著這隻狗出門 就是天下無敵的 我們看看我們能夠一口氣爬幾層塔 各位觀眾啊,好,沒有問題 好,我們的火女依舊非常的強悍 看都沒有 他把對面的這個烏妖啊,踢得跟狗一樣啊 各位觀眾啊 非常的兇悍啊 好,沒有問題 這一次我們五隻都活了下來 一個漂亮的迴旋踢 各位觀眾,看他的身材 就知道他有練瑜伽啊 各位觀眾 看他的身材跟打扮啊 就知道他是練瑜伽的啊 所以以後呢,我們叫他瑜伽老師啊 各位觀眾 這位瑜伽老師 他踢呢,可以踢超過他的頭啊 一般的 這一般沒有練過的人是沒有辦法的 你仔細看清楚 他的每一腳啊 都踢超過他的頭啊 這踢下去是非常的痛啊 各位觀眾 那個山羊被我們踢到會爆炸了 鼻青臉腫的 毫無疑問 我們的這個瑜伽女 非常的兇悍 尤其是當上了神話之後 跟鬼一樣的強悍 我們的種族塔 就靠他連續爬了三層 絲毫的 沒有問題 完全沒有卡關的跡象 好,我們就這樣一路推到150關 然後開開心心的買禮包 各位觀眾 這就是我今天的劇本 好,再來 我們的瑜伽老師 一開始被這個刺客戳了兩下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加速了一下 然後踢他個回旋踢 開了個大招 再踢他兩下 這個刺客快被我們踢死了 各位觀眾 被我們踢得鼻青臉腫 但臉都腫起來了 女生最重要的就是他的臉 可是他的臉已經被我們踢歪了 各位觀眾 好,沒有問題 我們又再爬了一層 真的是非常的強大 各位觀眾 我們的瑜伽老師跟鬼一樣強 握槽 還會閃亮亮 各位有沒有看到 他身上冒出的閃亮亮 好,再來145層 各位有沒有體驗過這種爬塔的極速快感 練一隻瑜伽老師 他就會帶給你這麼快樂的視覺享受 各位觀眾 他頭上還冒了星星 有沒有看到 好,沒有問題 我們的瑜伽老師就是這麼兇悍 好,他快要開大招了 開大招 哎呀呀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獅子還在 我們獅子還在 有獅子在就沒有問題 各位觀眾 好,剪個頭 我們瑜伽老師呢 雖然這一場死掉了 可是這一場的前面呢 是靠我們瑜伽老師 才有辦法打出這麼漂亮的傷害喔 讓對面打到只剩一個人喔 所以這還是這個 我們瑜伽老師的這個貢獻喔 你他媽的死綿羊 你一直補血幹什麼啊 你該死就趕快死一死啊 卧槽 你還補啊 時間快到了 你在幹什麼啊 再給他兩刀 趕快再轉啊 獅子趕快轉啊 我操你每個蛋耶 快點轉 好,趕快把他帶走啊 趕快把他帶走 趕快把他帶走 各位,觀眾啊 幹你娘咧,殺小 好,沒有問題 我們再一次喔 各位觀眾,我們死三羊啊 這媽的死三羊啊 這邊死硬捕啊 明明隊員都死光啊 你該死啦 他故意不死啊 好,沒問題 這一次我們的瑜伽老師 活得很好喔 各位觀眾啊 他這一次沒有死翹翹了 這一把我們是穩超勝算的 各位觀眾 欸他死翹翹了 沒有問題啊 沒有瑜伽老師的犧牲 就沒有今天的戰機 瑜伽老師在前期呢 給了非常 各位觀眾啊 我們瑜伽老師呢 呃 應該要放在上牌 他要去踢那個綿羊啊 各位觀眾啊 他要去踢那個綿羊啊 把他那個那個那個臉啊 把他踢歪啊 雖然他的臉本來就是歪的啊 各位觀眾啊 但是我們瑜伽老師 非常的不爽他喔 他每次都在那邊補血喔 本來要過關的 都是被他害的喔 好我們瑜伽老師死完了 沒有 各位觀眾 今天瑜伽老師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他那個親戚來找他 所以他 他今天狀況不太好喔 沒關係 老爹示範這個 這個我們這個 瑜伽老師喔 他打這個工會BOSS喔 是非常兇悍的 各位觀眾啊 你不要小看這個瑜伽老師喔 他這個 他這個單體的傷害 是非常強悍的喔 給你們示範一下 好沒有問題 各位觀眾 真打你們的雙眼啊 我們的瑜伽老師 迴旋踢是踢單體的 這個揍這個工會BOSS的傷害 是你能想像的嗎 各位觀眾啊 他一直降對方的防禦啊 好沒有問題喔 我們踢了很多腳耶 我們踢到這個哥布林 都快要腫起來了 他晚一點就要去看醫生啊 去看跌打醫生啊 各位觀眾 這完全的沒有問題啊 他的老公是誰 你知道嗎 各位觀眾啊 這個很有錢的人耶 瑜伽 瑜伽老師都嫁給很有錢的人耶 好沒有問題 他要開大招了喔 他怎麼一直不開大招啊 他扣著大招幹什麼啊 你踢不踢啊 我踢到裡面的蛋 他大招為什麼一直不開啊 他大招為什麼一直不開啊 這怎麼回事啊 各位觀眾 他一直不開大招啊 我手動按他也不開啊 他不跳起來啊 照道理講 我腳是會發光 然後可以按大招啊 為什麼不能開啊 我吵 這什麼鬼啊 各位觀眾 他不能開大招啊 我吵 這是邪門的這個啊 欸我還第一次這樣耶 各位觀眾他不能開大招啊 這怎麼回事啊 各位觀眾 事有蹊蹺啊 這實在是太奇怪了 他不能開大招啊 這是遇到bug吧 我們還沒有遇過不能開大招的角色啊 各位觀眾 這個 我們的瑜伽老師就是這個宅星人后 他捨不得踢哥布林喔 因為哥布林長得太小太可愛了 這次沒有問題啊 這次長得這麼醜啊 各位觀眾啊 這一次沒有問題啊 踢爆他的臉 瑜伽老師啊 踢爆他的臉啊 你不要再不放大招啦 你在幹什麼啊 好 各位觀眾 剛剛果然是這個 地獄哥布林長得太嬌小 很可愛喔 所以我們這個瑜伽老師 捨不得踢這麼小 這麼可愛的寵物喔 你們知道嗎 女生就是很 很喜歡這個可愛的小東西喔 所以他捨不得喔 不過沒有關係 這隻怪物長得非常的噁爛喔 我們瑜伽老師一定會 毫不留情的 擋那個大招在他臉上 各位觀眾啊 欸幹 為什麼出現那一條線 他媽的就不開大招啊 那到底怎麼回事啊 那一條光是什麼東西啊 欸幹你娘 你他媽到底放不放啊 誰把那條線剪掉啊 欸那條線是怎麼回事啊 欸各位觀眾啊 那條線是幹嘛的啊 我吵 欸我不能開大招欸 我手動 欸手動也不行啊 他不跳起來啊 他不跳起來我怎麼按大招啊 我靠 我吵 欸各位觀眾不能開大招啊 這有誰知道怎麼回事嗎 我第一次遇到角色不能開大招的欸 各位觀眾啊 我們的這個瑜伽老師實在太宅心人厚了 他連對這麼醜陋的生物 他都踢不下去喔 他只踢了他媽的一腳啊 他只踢了一腳 他就不願意踢了啊 哎呀呀 小女生就是這個樣子啊 真是的啊 他沒有問題啊 小女生就是這樣啊 我們不要責怪他啊 好 那既然他捨不得踢這個 踢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怪獸喔 那我們 我們再挑戰一次這個王座之塔好不好 各位觀眾啊 145層 我怎麼可能 他媽的只卡在145啊 我要150啊各位觀眾啊 好 各位觀眾 這次瑜伽老師 他不會再宅心人厚了喔 他很生氣喔 他前面兩場表現得很差喔 所以他也知道他剛剛表現欠佳 所以他這一次是非常的認真的 各位觀眾 我們看他放大招 各位觀眾 有沒有看到 放大招啦 他終於放大招了 他媽的世界奇蹟啊 我吵 各位觀眾啊 這一關是不是太難了 這一關是不是太難了 我靠 好沒有問題 我們改一下喔 我們換這個蹦蹦跳跳喔 各位觀眾啊 這個蹦蹦跳跳就非常強悍的喔 各位觀眾啊 你不管過什麼關卡 你只要打不過啊 你除了找公三小之外啊 這個蹦蹦跳跳也是跟鬼一樣強啊 各位觀眾啊 沒有問題 我們這次就靠我們的蹦蹦跳跳喔 各位觀眾啊 所謂 出外靠朋友啊 好 我們瑜伽老師又提局了 不過沒有關係 有蹦蹦跳跳在 我們就可以輕鬆過關 這個145關是特別的難打喔 各位觀眾啊 145關過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輕鬆過關喔 我們感謝蹦蹦跳跳喔 我們感謝他喔 我們緬懷他喔 非常的感謝喔 我們就可以一路的爬塔了 各位觀眾啊 只有一百四十五層 我們過不了喔 我們其他關卡靠自己來 是沒有問題的喔 各位觀眾 絕對沒有問題的喔 我們的實力非常的堅強 怎麼可能連一百五十層都過不了呢 加油啊 加油啊 我幹你娘咧 唉呀呀 好吧 各位觀眾 老爹之後再來補強這個獸竹 我絕對不能卡在一百五十層之下 不然買不到禮包啊 好 那我們下部影片明天見 大家掰掰 拜拜